Hello大家好,又是我Jumpo 今天我发生一个OL 就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到底上班上学我推荐用什么手袋 开始之前,大家记得订阅我 subscribe,按旁边的小鐘 有什么新片就不会错过了 事不宜迟,我们开始吧 第一个我要推荐的是 Garden Party 36 为什么会这么推荐这个袋呢? 因为它很轻的 布和皮製的 它又上薄 你看看,它又上薄 同时它又是经典款 挺漂亮 Garden Party 36 它已经推荐了很多年 无论你是Vintage款,新款 它也是在这个位置拍楼这样开的 拍完楼之后,有两边拍楼 你看看,可以看到它的容量 是很大的 放整只猫进去 那现在马上试一下 OL张帕可以放些什么 第一个 iPad 看,放进去还有这么多位 接着 MacBook Air 你可以看到它放完,它刚刚好 都不会飞出一部电脑 我觉得还有很多位 你看 还有很多位 好 水一支 放完水一支 还有这么多位 然后还有大家出街必备的 如果你对胃室很有要求的 消毒喷雾,你看多大支 大支豆 哇,我的脸这么大支 都可以放进去 如果你们出街好有要求 卫生有要求 你随时可以吸收 噴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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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即可以看一下放在里面是如何 放了进去 也是一样 还有这么多位 然后还有大家必备的披肩 大家出街搭车凳 可以放着披肩 当然放完披肩进去 也是一样 哇 都是有很多位 放了抽手液 放了抽手液也还有很多位 用量來說,性價比,我都覺得這個是一個非常不錯的選擇 而且它真的上到貨,耕輕,耕體,這麼多年來都是這麼經典款 其實它還有很多顏色,有紅橡黃色的青藍紙,這個顏色真的不能盡綠 因為真的太多人喜歡它,所以它就是一個非常不錯的,上班班學的選擇 為什麼我這麼推薦這個布款呢?因為它這個布組繁布,它又不怕下雨 它又不怕風吹雨打,又不怕行雷閃電 有些什麼都可以用濕紙巾抹乾淨 其實真的是一個很耐用很耐用的一個袋 第二個,我很推薦外出學都用的袋子就是 都是一樣,Garland Party 36的皮款 剛才看完繁布款,現在還有一個皮款 因為其實Garland Party 36的話,它的間隔都差不多 只不過是多了這一格的拉鍊 我開給大家看一下 那個拉鍊,它是,也有很多東西放到 但我覺得這個就比起布的有點重 比起剛才凡布的那個 其實容量我就不再試一次了 其實容量都是一樣的,如果Garland 36的話 可能有些觀眾說,我也是喜歡皮多一點 有些人可能真的完全不喜歡用全帆布的質地 所以其實這個我都很推薦大家 雖然它是比起剛才那些重 而且它的售價也是比剛才那個貴一點 雖然我也是覺得它是一個性價比很不錯的 一個上班班學袋 你看看,多漂亮 還有我很推薦大家用的一個上班班學袋 就是一個Habbit 雖然它這個是Vintage來的 但其實它新款和Vintage都沒有分別的用 那它的上班是怎樣的呢 其實它都可以斜背的 不過就去到這個位置 通常那些人用呢 都是側背的 或者手拿 然後再用來填抖 然後用來填抖 身體的 是一個完美的斜寸來的 真心覺得這一個 是一個完美的斜寸來的 剛才放到的放碗也有進去 那它開的時候呢 就在這個位置 其實可以設計的 是一個Candy的袋 在這裡打開 那… 那… 就在這裡打開 那我們…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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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打凍放到的 然後放消毒噴霧 然後放iPad 不過這個就沒有剛才那麼多 這個放不到電腦 不過它呢 我都很推薦大家上班後用的 如果你想放A4的 你就對接它 因為打橫放不到 不過其實它還有一個大一點的尺寸 不過那個我就不推薦大家用 不過它太大 不過真心很推薦大家用這個Hairbag 無論它的外觀方面 實用方面 我覺得它很高分 我會比它很高分 因為它就是很漂亮 而且它也挺輕的 那為什麼它這麼輕呢 因為它這個位置是皮 下面這個位置是帆布 雖然這個是Vintage款 其實新款它都是用帆布的 甚至新款出了一個防水質的材質 其實它是大家都很輕的 所以很適合上班上學用的 我推薦大家買的一個款 我用Jen的Dauville系列 它的設計靈感 其實是一個沙灘袋 它有大一點的尺寸 再有這個尺寸 再有一個小一點的尺寸 分別它的設計 有皮 帆布 這樣 我手頭上這個 就不上最大的尺寸 其實它容量也挺多的 它的容量 大家都是大同小 只有一個隔層 裡面有一個拉鍊 這樣 那我馬上去看看 放到剛才的尺寸 這個 iPad 然後這個 還有最重要的 塑膠 你看 可以看到 放進去 嘩 它還有很多 無論你上班上學 這個也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當然它還有帆布的款 帆布就更輕 這裡是帆布 有些Chanel的字 在這個位置 我自己覺得上班上學的話 就一定要選個 黑色的袋 去上班上學 深色的要選 去上班上學 深色的要選 因為老闆說 你有換袋 你鮮色很角眼 對不對 他就會覺得 嘩 你換得了很多 還有這個 我很推薦它的 上班上學袋 就有這個Chanel的GST 它這個 是一個荔枝皮 其實它又有羊皮 它都有很多種不同的顏色 我始終覺得 都是黑色比較經典 還有它的金屬位置 它有出過金色 和現在這個的銀色 雖然它已經停了橙 和它是一個Vintage款 但其實這麼多年以來 它仍然是很多人找的 因為它實在性價比太高 太漂亮了 這個袋 外面又有一個間隔 可以讓你放電話 然後裡面的容量又不小 中間又有些拉鍊 這裡又有拉鍊 是非常之一個不錯的 上班上學的袋子的選擇 那放些什麼進去呢 那就是剛才這樣示範 水 放人家水 打動放也可以這樣 這個 放進去 這個 Paygen 然後還有 iPad 然後還有 電腦 電腦也放進去 然後還要放剛剛這個 噴霧進去 嘩 很厲害 它是放進去的 又不會凸出來的 你看看多厲害 它上薄 它上薄 就很漂亮的 你看看 它剛剛 那Soda Bag 它就去到這個 這個 它其實還有一個 Jumbo Size 不過那個真的 我不推薦給大家 那個實在太大 就會很重很重 而且太大的袋子 我覺得不太漂亮 因為那個實在比這個 大很多 其實它還有一個 小一點的 Size 那我就很推薦給大家 我都很推薦大家用的 它就是 P.S.T. 那它呢 為什麼它叫P.S.T.呢 其實它們呢 是一個系列 一個是叫G.S.T. 一個是叫P.S.T. 那這個呢 就小一點的 但是它也很實用的 雖然它是小了一點點 雖然它已經停久了 但是各大網站 二手網站呢 它都仍然有它的蹤影 因為它實在太受歡迎了 這麼多年以來 即使它是Vintage 它是絕版 它有很多隻顏色 它有很多隻顏色 它有橫色 有白色 有深藍色 等等 那當然呢 我仍然覺得最經典呢 都是黑色的 而且比較上班的話 就耐用一點 它另外的相機呢 它呢 就去到這個位置 那跟剛剛那個差不多 去到的位置 只不過這個小一點 它的間隔方面呢 它就不同 跟剛剛中間那裡有個格子 那它這個位置 有拉鍊去開的 這個位置呢 它有個內袋這樣 那一樣呢 我都示範放一下 剛才要放的進去 那它放了進去之後呢 它的容量都有這麼多 那唯一美中不足 它就放不到 電腦了 但是也放到剛剛說的東西 它跟剛才GST的設計呢 都一樣 它這裡有個內袋 讓你可以放電話 那雖然它是不夠剛剛那個大 但是我仍然都覺得呢 如果你不放電腦的話 它仍然都是一個很實用 放到很多東西的 一個Vintage的一個袋 很適合那個同班學的 那就這樣看它們的大小 什麼相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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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一下 大家可以 不知道看完我的推介 上班、上班、上班 用什麼手袋 你們最喜歡哪一個呢 那記得不妨留言告訴我 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留言 訂閱 和讚好 還有分享給你的朋友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